请接牌 3 2 1 章话县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 6日正式成立街牌 宣布5年一次的全国性普查 在章话县正式启动 县长为民谷呼吁业者 应配合接受访查 藉由普查让政府掌握工商业 经营现况与发展趋势 了解工商业的真正需求 章话县政府今年开始会落实 每年5次一个全国性的工商普查 我们最主要透过这样一个 全国性的工商普查 我们呼吁章话县所有的工业 跟服务业的业者 能够配合政府这样的一个普查 那普查的过程之中 我们所得到的数据 不会作为课税的依据 也不会作为其他法令查查的一个依据 所以请大家放心 那这些普查的资料 最主要就是要提供给中央跟地方政府 将来对于我们台湾 或者是彰化产业调整的一种 政策的一个依据 业者所提供的普查资料 依法绝对保密 绝对不会作为课税依据 或导致泄漏业务机密 访查人员会佩戴识别证 会亲自递送普查公文 不会泄漏资料 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资料 不会要求提供账户或存折 绝对遵守二会三部的工作原则 请业者放心配合 接受访问详实填写资料 如有疑虑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到县政府或各公所查询确认 公益频道许维珍 彰化 采访报导